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之家试车 我是郭德松 今天咱们来参加新款领克03的试驾会 官方把这次更新叫做全新换代车型 包括新款车型其实在它的外观内饰 然后动力方面其实都有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次革新还是挺有诚意的 首先先来看一下外观的部分 这次其实主要是在车头的下半部分做了一个折线的设计 那之前在申报图的时候 大家看起来确实感觉有点怪异 不是那么的习惯 今天我看到实车之后 我觉得实车的这种气质 包括这种质感还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在它的车尾方面也是做了比较大的变化 它用上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最新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 包括它也会有一些这个灯雨的变化 那另外就是在壁柱上也是增加了一个NFC的识别区域 可以用来解锁车辆 那还有就是在细节方面 这辆普通版的03 它是可以选装19英寸的轮圈 加码牌MC6的轮胎的 那这款轮胎的配置 包括排气的阀门 在03上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选装包出现的 在03加上就是一个标配的配置 那其他的方面包括尺寸啊轴距啊 这辆车相比老款车型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而动力方面这次也是做了比较大的升级 首先就是增加了EMF的混动版车型 它采用的是1.5T加三档的DHT变化枪 也就是吉利那套雷神混动系统 那么除了混动版车型 其他的03包括03加级三版车型 用的都是2.0T的放弃机 并且从普通版的03上 它的放弃功率就已经达到了254马力 搭配的是7速的双离格变化枪 而03加和三版车型 它们的放弃功率更是达到了265马力 搭配的是8AT的变化枪 并且这次03加和三版车型 它们的4G系统也是由之前的 宝贵华纳的第五代升级到了第六代 只是说今天我们只能试到这个普通版03 而且这次可以看到它们整体的放弃功率 是往上提升了一个等级的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升级了功率的03 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那换上了2.0T高功率放弃的03 其实它的整个功率目前已经达到了254马力 350牛米 官方的0百加速也是提升到了6.9秒 那这样的参数其实放在这个级别都是非常亮眼的 所以说马力及正义嘛 那反映到驾驶上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提升就是整辆车 它的动力表现 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 我觉得它的绝对动力确实是提升了很多 尤其是在中后段它的动力储位是要更加的深厚的 并且其实它的低速动力表现也不差 所以整辆车它的动力的连贯性延续性是更好的 所以说这辆车开起来确实是更像一台纯种的运动型车了 那另外呢就是这台7速双离双强枪经过优化之后 目前它的状态不像是之前那样一味的去保平顺性 而是在尽可能平顺的基础之上去提升它的换挡速度 比如说你在日常巡航的时候 一脚地板游下去 它降挡的速度是很快的 还有就是它换挡拨片的响应 也要比之前提升了很多 不再像是摆设一样 开起来确实是更加自如的 所以说动力包括它并箱的提升 是我开到这辆车之后最明显的两大提升点 那至于像是转向包括两个踏板 首先先说好的地方 它油门的踏板虽然说初段稍微有点淋漓 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线性可控的状态 刹车踏板是非常线性的 所以说踩起来也是挺有信心的 那我觉得需要提升的一点就是它转向的手感 首先在舒适模式下 我觉得它的中间矿量比较大 另外就是指向性并不是很精准 那即便是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 它似乎也只是把力度发沉了一些 整个车头的响应 包括指向性并不是很精准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辆车的定位所在 毕竟在往上有03加以30版车型 这可能就是它的一个现状 那作为一个偏运动风格的车型 其实这辆车改款之后 它的风格也是要尤为明显一些 那就是完全的偏运动化一些 前迈福信后多连运感的独立悬架 其实你日常开起来 它就是一个比较偏硬朗的底盘调性 比如说日常我在过一些小股小坎的时候 或者说一些起伏路面的时候 其实它车内保留的路感还是比较清晰的 甚至方向盘上都会感觉到相应的震动 所以这些就释放出一个信号 你就是在开一辆很运动风格的车型 所以说这辆车我觉得那些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风格 并且这样之后我觉得它的测轻控制也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当你在快速过一些比较大的空派路面的时候 其实车内的冲击感是有的 但是并不会给你那种比较松散的感觉 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紧致比较整的一个底盘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底盘风格 然后和它外观内饰 包括它动力方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表现 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刚才咱们静态也说过 这辆车它其实选装了19英寸轮圈 包括马拍MC6轮胎包括排气的电子发门 其实轮胎它的增大带来好处是有目共睹的 比如说视觉效果很好 包括它的这套轮胎的抓地力也不错 但是带来的不好的一点可能就是开造会稍微的明显一点点 而且另外像是排气发门 其实我觉得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并不是音浪模拟 你在车外也是能够听到明显的排气声音的变化的 所以这些细节就把它整个运动氛围渲染的比较到位 所以长车开起来我觉得总的来说就和它的外观一样 确实是比较有运动味的 其实内饰的部分它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整 基本上等同于说是推导重来了 其实大面的布局做了一些调整 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盘也是用上了一个最新的样式 屏底的造型带有波片 包括也是打孔设计带有缝线的一些装饰 只不过这个方向盘我摸起来不像是真皮的 所以说手感稍微的欠缺一点点 另外就是中控这换上了一个12.8寸的触控大屏 包括它也是用上了8155的芯片 所以说它的反应速度更快了 包括它的功能性也是做了一些升级 支持什么醒神模式 包括观影模式 而且前排的座位配置可以看到 主架是支持这个最加热和通风的 然后副架是只有加热的功能 还有它的这个中控屏幕 其实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支持一个电动的上下位置的调节 一方面是看起来确实比较炫 还有就是它可以避免那种反光的情形出现 你可以随时调节它的位置 那再有就是我发现调到最下面之后 它这个空调冲口能够实现给这个屏幕散热的功能 不知道官方有没有这样的考虑 那还有就是前排的空间 其实跟之前老款车型相比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包括前排的座椅也是这种偏运动的一体式座椅 头枕稍微有点硬 但是整体依然是那种填充比较扎实 然后做工比较紧致的一个感觉 包括后排的空间其实也没有太大调整 它的后排座椅也是这种偏厚实 偏扎实的一个感觉 最后简单总结两句 我觉得这次03经过全面的提升之后 其实不管是它的外观内饰 包括中控系统提升 包括整套动力系统的提升 其实这些感知都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综合产品力是有明显提升的 而且我觉得作为中国品牌运动行车的先驱者 那这次重新的升级改造 让它在一众的中国品牌运动行车里面 可以说是重新支愣起来了 只不过一看的是 今天没有开到03加和三板车型 也是期待日后的一个试驾 那以上就是本次的支加试车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编辑博客 欢迎在评论期里面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